嘻哈男特展开幕!热狗,911加入行列! 热狗,911投入台湾嘻哈圈! 涂翻射热狗,911脸书,20105804.18 西哈男特展于今,18日在华山文创园区正式开展! 由严设音乐创办人张义胜,迪拉,班更总统筹,协同格式设计展测,完整记录了台湾有北至南的饶舌势力。 展览集结了台湾近代最具代表的四大嘻哈音乐场台,包括颜水在内,上有大支禀君的人人有功练,以热狗为首的本色音乐,及台中的新兴势力混血而娱乐,一共14组饶舌歌手及场台精灵者参与其中,阵容坚强。 观者入场后将先经过一道以磅礴低音与重拍节奏包围的白色泳道,感受阵阵阴浪带给身体的重击。 主展区后方更有一道介绍台湾嘻哈专辑一百选的墙面,引领观者认识台湾自90年代起建构与累积的饶舌音乐文化。 迪拉介绍展览时,引用乐平卡拉基的一段文字,表示,从热狗MZ Hot Dog第一张迷你专辑选的发行开始正式算起,台湾嘻哈音乐的发展已有18年之久,这样的长度足以有迹可学地探索出一套属于台湾嘻哈完整的发展脉络。 西哈南,台湾嘻哈特展于华山文创园区正式开展。 图 格式设计展测提供20101804.18 单任开幕会上的致辞嘉宾尼崇华,号称摇滚教父,于80、90年代创办真言社,成功打造出林强、500、张震略等摇滚巨星,他回应,我跟迪拉认识很久。 2015年受邀参加饶舌女歌手Miss Koo,格仲山,的演唱会时,就曾跟迪拉说嘻哈音乐将成为主流。 无论摇滚或嘻哈,都起于对现实的反叛,这股反叛就是个体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我看到了这样的动能正在台湾四处篡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